这是一个被塑料包围的世界 环保怎么就私心解 环保是一种极箱主义 选择真正可循环且有价值的物品 这是我留写的环保 时尚为人类带来了美 却带给自然傲安负荡 所以环保需要渗透进每一个角落 我们现在面临的塑料问题 是塑料本身造成的吗 还是人类造成的 废弃物可以回收分类 但对于回收之后的它们 会变成什么样是不了解的 解决塑料的问题不在于消灭 而在于消化 让它进入再生的有效循环中 接触到环保设计 可再生产品这件事之后 我就在想 我是否也可以用这样的再生材料 创造一件兼具实用性和美感的作品 让更多人看见回收利用的意义和价值 你对这次比赛的理念是什么呀 其实呢我想重新解读废弃的内涵 从我回收的技术 自己开到新的生命 我之所以选择做丝巾 是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物品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潜移默化地影响 体现环保的价值 破局重塑 生生不息 实实在在被看到 才能真正了解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看见 我们都在等 那个更加绿色的未来 如果能够有更多企业 组织 以不同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废弃塑料物通过科技创新 可以变成各种美妙的食物 会更好的换起 人们的低碳生活的性质 激发更多人为可持续的未来出一份力 我相信这种改变 会像水牙 不穿过泥土